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是林小河谈投资理财的第307集 现在是下午5点41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今天台股收盘涨78点 欧股是跌的 美股棋子现在也是跌 涨那么多了 就算挥挡一下也很正常 下午有银行的理财朋友跟我抱怨说 投资没那么好赚的 要是真的那么好赚 谁还要上班 谁还要跑去柬埔寨捞钱 他们也不用每天被定数字 被逼打电话 要去找客户苦难那些五四三的商品 我说你们都有你们的苦衷 没有错 你们都有你们砍客户的理由 那每个坏人做坏事 也都有他的理由啊 你们每天找客户在糊难 这点没有错 这是你们的工作 而且你们整个金控都在糊难 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不过做业务还是要有一点良心 你不能为了业绩 把客户的钱都完美了 炸不出业绩了 就把没价值的客户丢包当骨儿 不理人家了 这样是有失货到 我觉得投资理财多少还是要靠自己 你要靠银行那些专员帮你赚钱 但是他们每天都开会 被盯得满头包了 每天都在数字数字数字 他们没有单就活不下去了 还有心力去顾到你的绩效吗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凌亦 保持下去 公司 上帝